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你内心认为哪一张好看 那就坚持去责你所选 什么啊 师父 你怎么有说跟没说一样啊 没关系 我还是喜欢右边这一张 我下礼拜上课就要去跟你阿妩说 吴光啊 我在这里等你放学回来 是要跟你说一件事 啊 什么事啊 你上次说你大师兄都一直整理房间 你觉得他很多事是吗 对啊 大师兄都骂我 说我不打扫干净 说房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 我知道他是好意啊 可是他上次又把我的强龙战队贴纸 当垃圾丢掉了 哎 那是我收集很久的耶 我好生气啊 所以我今天在想 我让你搬去一个人的疗房住 好不好啊 哦 真的吗 嘿嘿 我就知道师父最烫我热 嗯 谢谢师父 哈哈哈哈 师父 师父 怎么回事啊 慌慌张张的 师父 我 我想回去跟大师兄坐一起 好不好 你前天不是才说 大师兄把你的东西当垃圾丢掉了 你很气他吗 嗯 是啊 那自己住一间不是比较好吗 怎么现在又要跟你大师兄挤了 因为 因为 还有 虽然大师兄很爱管我 可是有他在 还可以帮我收拾衣服 还有身外 早上还会叫我起床 哼 自己个人住 我都找不到我的身外 而且还有 还有 嗯 还有什么 我怕害怕鬼啊 一个人住好可怕啊 我不要了呀 嘿嘿嘿嘿 五光 现在知道你大师兄的好了吗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等一下就去整理 师父平常都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你道理 这次让你亲自体会 也不失一个好办法呀 哎 什么故事啊 师父 你先要说故事吗 嘿嘿嘿嘿 嗯 呵呵呵 好好 我说给你听啊 你有没有看过牛 羊 鸡和人一起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啊 什么 人跟都住在一间房子里 哎 那不是臭臭又很吵吗 有一位贫穷的人向一位禅师哭诉说 禅师 我生活的并不好 房子太小 孩子太多 老婆脾气又差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禅师想了想 问他 你们家有养牛吗 穷人点头说有 禅师说 那你就把牛赶进屋子里养吧 一星期后 穷人又来找禅师诉说自己的不幸 禅师这次问他 你们家有养羊吗 穷人说有 禅师就说 那你把羊牵到屋子里养吧 过了几天 穷人又来诉苦了 这次 禅师是问他 你们家有养鸡吗 穷人很骄傲地说 有啊 而且还很多只呢 禅师就说 那你就把他们通通带进屋子里养吧 从此以后 穷人的屋子里就有了四五个小孩的哭声 太太的喝斥声 一头牛 三只羊 十几只鸡的叫声 不到三天 穷人就受不了了 跑来找禅师 这次禅师说了啊 把牛 羊 鸡全部都赶到外面吧 第二天 穷人高兴地来告诉禅师 太好了 我家现在变得又宽又大 还很安静呢 我不会再说大师兄管太多了 大师兄对我好好哦 这句话今天晚上留着去跟你大师兄说 你记不记得啊 那天你拿两张画 要我说哪一张比较好啊 嗯 记得啊 可是师父 你说什么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如同穷人一开始抱怨小孩太吵 老婆太凶 房子又太小 禅师要他把动物都赶进房子里一起住后 他反而更不适应了 最后动物赶出房了 他才发现原来所拥有的一切才是最满意的 像你 本来嫌大师兄管太多 真正一个人住后才发现怕黑 找不到僧袜 一大堆毛病 现在才会回过头来想想大师兄的好啊 你想想 你坚持你挑的图才是最美的 林阿虎却认为他的选择才是对的 啊 何不放宽心胸 转个念呢 嗯 可是师父 大家都跟我一样去那一张啊 为什么林阿虎就是不要 而且还凶我们 我想骂回去 可是师父要我借掉暴力之气 哼 来 你看看 你在我的嘴巴里看到什么了 嗯 牙齿光舌头啊 牙齿都在吗 牙齿都在吗 嗯 有几颗已经掉了 舌头还在吗 在 在 因为柔软 所以舌头还在 因为刚强 所以牙齿掉了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想要在人群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强者 说话要犀利 办事要强硬 只有在势力上压过别人 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 但其实并非如此啊 有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好人员的 却是柔软的态度哦 在现在民主的社会 老师教你们用投票方式去选择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那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同学都应该尊重其他人的建议 虽然林阿虎的态度强硬 可是他绝对有发言的自由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福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在民主的社会里都有自由说话的权利 不应该被限制 就算我们不同意对方的话 也要尊重他有说话的自由 那林阿虎虽然用不适当的态度抨击你们其他人的意见 武光 你只要记住啊 再坚硬的牙齿也会有掉光的一天 可是柔韧的舌头却不会掉啊 那 武光 你是要做牙齿还是舌头呀 哦 我知道了 我明天去学校给林阿虎看我的牙齿跟舌头 哎哟 我的傻徒弟 师父是教导你用民主的投票过程选择出大多数人的喜好 那少数自然要服从多数咯 哇 这次我终于等了 那 师父 你可以偷偷告诉我哪一张画比较好看啊 哎 武光 我知太重哦 哎呀 偷偷告诉我就好慢 好不好 嗨 武光 你今天过得好吗 小莺姐姐 我觉得今天有点伤心了 啊 是什么事情让你伤心啊 事情是这样的呀 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带我们玩游戏 老师把我们翻组去做比赛 接着就对我们说 哪一组赢了比赛 就可以获得蛋糕一个 哎 你们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啊 我们在玩穿球游戏 一共有五个人 我跟王大明 林阿虎跟其他两个同学在一组 哦 那后来你们有赢得比赛吗 嗯 我们输了 没有办法得到蛋糕 后来我们还为这件事情吵架了 结果我跟林阿虎闹翻了 我要跟他说 我不跟你好了 你已经不是我的朋友 可是我放学的时候 边走边想这件事 发现我说错话了 我不应该发脾气 在林阿虎说炸的话 他们不因为这样 不再跟我好了 五瓜 你就不要伤心了啦 明天你可以给他起颗糖果 然后再跟他道歉啊 嗯 我知道了 谢谢小云姐姐的建议 哦 师父真的突然拍我 我害我吓一跳啊 哎 我并没有突然要吓你啊 是你自己说话说得入迷 才会没看到我 还有 你们聊得那么快乐 哦 请问在聊什么事情啊 师父 我们在聊 有关雾光学校发生的事情 雾光对于在学校的事情念念不忘啦 哦 是什么事情念念不忘啊 嗯 在学校的时候 我骂人林阿虎一顿 然后跟他说我不跟他好了呀 在学校的路上 我边走边想 觉得有点后悔 所以才跟小云姐姐说这件事 啊 原来如此啊 你说你后悔说这些话 害怕损失好朋友啊 听你说这样的事 就让我想到有关悔悟的故事 这故事来自于杂屁玉京 我来说给你们听啊 耶 好棒棒啊 我最喜欢听师父说故事啊 古时候呢 有个国王 得了一种怪病 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 头痛发烧的症状 而且啊 这一病就病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间 国王也很努力地去治疗疾病 他派人在各大城市四处贴告示 悬赏重金 召集民医来替他诊治 四方的名医们一波接着一波进了宫 秋一悬赏告示上的赏金呢 也越来越高 可是 国王的病情却一点也不见好转 哈 故事里的国王真可怜欸 虽然他是一国之君 却受到外病的侵袭 让我觉得他好无奈哦 嗯 对啊 国王病了那么久 应该也没心情做其他事情吧 国王因为病了很久 觉得很伤心 他心想啊 自己应该是荣华富贵之命 生活本可以过得很幸福 却患了这种病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久之后 国王的病况传到了邻近的小国 小国里有位医术不错的乡镇医生 名字叫相太多 相太多平时爱看各种医学书籍 这一天啊 乡镇医生听说了国王的症状 他仔细回想 忽然想到这个病情 自己在药王神篇上看过 虽然不敢肯定就是书里的那种疾病 但是应该可以用中医传统的疗法试一下 哇 没想到相太多可以知道如何治疗国王的病症 这样一来啊 国王的头痛症状可以解除了 由于路途遥远 出诊的成本太高 相太多犹豫了好些日子 但是他最终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要去邻国走一遭 因为他觉得一来国王的枕金树木 大的惊人 自己若是成功 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二来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成名的好机会 自己医数再高 如果一直在家乡给人看病 就算治好一万人 也只能算是一个杰出的乡镇医生 若是治好国王 便可以一跃成为国手级医仙 国际级大师了 但是去邻国并不简单 不仅仅是差旅费 一路上过桥过路的费用也很多 于是呢 相太多就跟认识的朋友及邻居借了不少钱 最后啊 还卖了妻子的几件陪价首饰 才筹齐了路费 哇塞 没想到只是去隔壁的国家 这花这么多钱钱了 嗯 那是因为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那样方便啊 可以坐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所以自然而然就要一笔花费了 哦 原来如此啊 我知道了 像太多筹完钱后就上路了 路上很辛苦 参丰露宿 辗转换打了许多交通工具 有牛车啊 马车 驢车 板车等等 才来到了邻国的京城 像太多接了黄榜 进了宫殿 国王本来看他相貌长得普普通通 从他的从业经历 也没找到出色的地方 对他并不太信任 可是听说他懂得中医 便高兴地接受诊治了 像太多仔细询问了病情 然后根据了药王神篇开了几幅方子 仅仅几天后 国王的症状就减轻了 又过了些天 长期困扰国王的症状 竟然彻底消失了 哈 国王的病症终于治好了 想必国王一定很高兴吧 嗯 我想应该会去奖励那位 治好他的像太多 没想到像太多叔叔有那么厉害哦 哦 我好希望能跟他做朋友啊 嘿嘿嘿 哎 五瓜 你别忘了他是医生哎 你确定要跟他做朋友吗 哦 对啊 我最害怕打针了 万一他逼我打针 那我就踩了 我王的病症解除后 很高兴的天天好吃好玩的款待像太多 像太多初始几天也很得意 可是慢慢的疑惑起来 因为他发现 我王虽然对他和颜悦色 平时甚至喊他亲热的称兄道弟 却从来不提悬赏告示中那笔庞大的诊经的事 像太多觉得当面谈钱也不好意思啊 只是找几位几次暗示国王付钱的时候到了 可是呢 国王总是装傻的将话题岔开 像太多有些恐慌了 他失眠的时候就想 难道国王想要赖账 但是他又安慰自己说 对方堂堂一位国王 也不至于拖欠自己那么点诊经吧 像太多等了好一段时间 听药后的国王病情再也没有复发 像太多知道国王这是彻底好了 便向国王告辞 国王盛情挽留他 但是像太多去意坚决 于是国王送了一匹兽马给他当脚力 像太多看看小小的马 身上显然没有地方放任何财物 哦 这国王真少气 我如果是像太多叔叔 我一定会像国王要钱钱 对啊 这国王的确很少气 就算没有给任何财物 但最起码也要给像太多一些值钱的宝贝吧 前来送别的国王紧紧的抓住像太多的手 深情的对像太多说 兄弟 多亏了你 除去了我十二年的病痛 如果没有你 我 国王忽然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像太多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他想象着国王派侍从抬了好几箱金银财宝 并且派着许多护卫保护他回家 可是像太多等了好一会儿 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像太多心里很失望 他想自己大老远跑过来花了那么多积蓄 最后空手而回 像太多心想 不能就这样放过国王 于是他拿出一大包药给国王说 大王啊 虽然你的身体是好了 可是为了防止病情反复 要长期对你的身体进行滋补 我这儿有一包药材叫巴豆 你以后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搭配吃几颗 这样坚持上几个月 我看就差不多了 这种药材有点副作用 你一定要挺住 千万不能停啊 国王 国王感谢他 并且将药材接过 亲自把像太多扶上了马 像太多出了城 一路往家赶 虽然受骗心情不好受 不过想到临走前给国王的那包卸药 想像那个小气鬼国王就要一连拉几个月肚子了 像太多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安慰的 哈 这个像太多胆子太大了吧 居然会想要让国王吃蟹药来让自己蟹愤 如果被国王知道这件事 搞不好他会被砍头耶 嗯 像太多叔叔太坏坏 我不想跟他当朋友了 一连走了几个月 像太多终于回到了家乡 一年没有回来 以前的老宅竟然变成了一栋豪宅 像太多的妻子迎出了门 把他拉进家里 家里奢华的程度难以想象 妻子说 前不久 邻国的国王派了许多人过来 送了许多许多的财物 这房子所有的装潢都是他们弄的 国王还说 那些财物怕你路上带着不安全 所以还是先派人送过来吧 像太多站在屋子里面 他想起了自己后期 在皇宫里对国王病情 并不很认真的态度 又想起自己最后送国王的那包药 不由得悔恨起来 哦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不要一时的情绪失控 而使自己悔恨 故事里的像太多叔叔 好像我 容易在意一些事情 使自己生气 而且也做过一些伤害别人的举动呢 哈哈哈哈 如果 你终于明白故事的意思了 故事里的那位医生 一定为自己的行为得意过 但是 从这种得意中获得的越多 将来的苦恼便越多 邪念生出的恶之花 足以让我们追悔莫及 就佛家观点来说 当下的想运出现时 就必须谨慎思考 其是否有害自己及他人后 才能够去做行运的动作 这样一来 才不会导致错误的事运发生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审慎 解释自身的言行 以避免发生后悔的情况 作曲大战 无名烦恼 风吹起 铺提树也掉满地 手拿扫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理 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